今天的中天廉政公署追踪报道 我们要提醒您投资存钱千万不要受骗上当了 在高雄有一群受害者 当初就是听信一位政商人脉 颇为丰厚的前省议员介绍购买台糖土地 有人投资500万有人1亿 经过了这几年投资都成了泡沫 因为这位省议员疑似卷款了5亿 躲了起来 受害者到法院打官司追偿 法院却要受害的债权人 先拿出千分之八的费用 再帮你强制执行 但就是钱都骗光了 怎么还有钱拿出来缴交呢 受害者表示 法院帮忙追偿只做半套 已经有人转向资产管理公司协助追债 但是这样也可能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从博会电脑到一字一句打下来 陈小姐帮心腹打官司 当中医师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点一滴存下500万想买土地制产 听信当地知名的省议员红州金羽的建议 可以买台塘的土地 结果全赔光 临终前还不敢告诉家人 大家都是基于相信他 他是台湾省议员 而且是拉王金平立法院长的头衔出来是他的顾问 给我这一张资料的是他的甘女儿 也对骗了一千多万 当地有个人吃过 当地一亿的 陈小姐说台塘的土地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 地也没买到 500万也不见了 前省议员有说要还钱 但开除了支票都成了拔拉票 出庭的时候才知道受害人有十多位 开庭他就摆保镖出庭 中立新闻追踪这位前省议员 已经74岁 不在家 借给朋友住 但他现在人是住哪里 那王金平的首席顾问 他也是吗 你有台塘的地在投资是不是 没有啦 所以根本没有台塘的地是不是 没有 你台塘的地 我怎么没有台塘的投资 我怎么怎么 没有台塘的投资 我就去牛子了 放过你的时间了 历经四年诉讼 陈小姐靠自己打赢官司 省议员一连续废性罪 诈欺判刑六年 民事损害赔偿要还500万元 陈小姐拿着判决书 要向这位前省议员追讨 法院告诉他 必须先垫脚千分之八的执行费 但被害人都被倒债了 哪里有钱 这国家做半套啊 他是说打赢了 可是不见得你钱要的回来 下一次 不公平 因为剩下来 后续动作是我们自己的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 你马上废纸 因为今天你要去执行 我们一定是用国家的公权力去执行 那这些人要不要 国家要执出 那国家支出谁买单 全民买单 那今天是你个人的债务的问题 债权债务的问题 为什么要全民买单 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检讨的 是不是要把它全民的废掉 或是呢 它可以去降低 要到千分之八 五百万的千分之八就是四万块 一亿元就是八十万 因此被害人当中有人建议 干脆去找合法的资产管理公司 效率可能还高一些 但要提醒的是风险也很大 打债权 就是债人评证也好 各种那个 支付命令也好 都交给所谓的讨债公司 这是最大的机会 因为 因为那个讨债日子 还要不到债会卖给那个债务人 我不跟你要 我卖给你 一千万 卖你五十万 还有一个问题是 官司打完了 债务人也脱产了 你只是拿到一张凭证而已 只是一个好看的 我们那个原告 大家就在笑说 我们干脆去表框 然后挂在墙壁上 在台湾会变成说 我们现在没有财产的人最大 可是你二亿脱产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大咖可以绕跑 政府都抓不到 然后小老百姓 你一定马上就抓到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所谓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争议 跟整个一个社会的争议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法律定的再繁复 仍然会有人去钻漏洞 还是提醒大家 任何投资都应该先征信评估 当前给出去的那一刻 后果也得要自负